歷史為盡 以鼓見證 笑談天下新鮮事 齊有此旅開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呂杰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換個角度來講道理 現在這個時節已經這個 算秋天快過了冬天要來了 我們說米蘭時裝 上週都會推出所謂的秋冬新款 那台灣我們除了秋冬新款以外 還有個百搭款 誰是百搭款呢 就是我們的柯文哲柯主席 他跟這個侯友宜也可以搭 跟這個柯智恩也可以搭 跟韓國也可以搭 跟郭台銘也可以搭 OK 那問題來了 這個藍白河搞到今天算是正式破局了 當然正式這兩個字我們先拿掉 算是可能破局了 為什麼呢 一直我們都以為啊這個政治是非常嚴肅的事情 但是把政治演成了所謂的這個驚悚片 甚至是懸疑片 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看過哪一場選舉 每三分次 每三分鐘一次反轉 每三分鐘一次反轉 那今天呢 我們要請到的帶來賓呢 就是傳說中 上翼下穿 翼川大法師 由我們這個王翼川 做個川科 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到底 藍白 這最後的狀況 會是怎麼樣 那蕭美琴已經正式出現了 對選情會投入震撼彈 會有影響嗎 川科 大家好 李傑老師好 我不是傳說中的我是真實的 欸 川科 川科 到底是在補三位啊 破局了 又破局了 破局了 這個演和柯林算說 連續劇演和那個男主角 車開的開的開的就 掉入傷害了 落在山腳 落下去之後 來就演另外一齣 我們一般的戲要接的是 八點演到差不多八點半 八點半就進入下一齣了 就沒了 那個男主角有死不死 到現在不知道 不然現在這齣很像窮搖去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有愛恨情仇 對 重點窮搖去重點就有什麼 要很多人在耗 很多人在耗 自己看到都耗了 什麼錄音大 現在還有什麼錄音的 錄音大 錄音大 什麼都有 這個劇情很複雜 可是問題是 南主角落下去之後 有過星期 現在不知道 他可能又挖起來 失去記憶 又往往又起來 他要做副手嗎 對啊 他要做副手嘛 所以就 安排他下去做副手的 不要再說算了 還有他可能 他媽媽還是什麼人 比較縮 又縮起來 又挖起來了 把刺刺一下 刺一下 刺一下 刺起來之後 又比南主角 你錄音一段很累 他本來拿好 中禮拜三看來 新聞都還批開 好嗎 新聞之後又拿下去 沒有 他說沒有這麼好康 沒有這麼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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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廟 燒廟都敗 他常常去那些很正頭的廟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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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廟是正頭的 正頭廟 譬如我們客家的 拍三三國王的 沒有多大廳 就穿那裡的敗而已 那種也去 所以對一般民眾來說 我們這裡 這麼大聲的來過 所以差很多 川哥 現在我們 想要跟誰伴 應該算是唯一 唯一的 唯一的比較頂的 賴消費 就定期好了 因為 郭賴配 到底定期沒有 所以我們要打一個問號 Custion Mark 我們先來說一下 不分區 不分區 因為 民進黨在拜 應該拜三個 不分區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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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亮點 竟然我們拜二十六名 這個大事你如何見解 因為表面最為你拜十四嘛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 所以男女比你 不能超過二分之一 就一半一半嘛 你頂一十人 對 這是正順嗎 沒有 這是當有當的可能 要拿名進行 當然大家意見很多 當然 意見很多 你現在當萬壇說我什麼地幾名 地幾名 什麼憑白說我地幾名 地幾名都沒有 好 一定是這樣 中一道部門 又是十三省 十三 對嘛 這道如果中一照這個 拜名算來 你是 中一十六 中一十六嘛 有機會嗎 有 把你放在那裡的目的 就是要吸引你這 信徒來轉圈就對了 沒有 我跟你說這個過程是這樣 因為這算是這樣 時代力量現在有三個嘛 對 這三個眼看就沒了嘛 是 這三個是不是要拿出來奔 這三個 時代力量怎麼會這麼討論 讓學弟撞一下都破掉 旁邊再重三個 再重一邊 你知道嗎 不是說 現在有 這三個就要奔出來 對啊 奔出來後 就是奔出來 民眾黨 民進黨 民國民黨 本國民黨的基力是0 實在力量的積極者 本期民眾黨叫民進黨是有機會 所以你說 上面的民進黨十三嘛 十三就有可能比十四 比十五嘛 有可能 你再拚一下就有可能十六 有啦 有機會 對啊 所以我現在看到要叫委員 在這裡民進黨以外 我們來看一下 柯文哲 柯文哲的民眾黨 當然還沒正式拿名 雙黃領軍 黃三三和黃國昌 黃國昌 黃國昌跟你到底有什麼文案 因為 我是沒有很親情看 你真正在北台在說 說到沒錢沒賊 說你一樣的好處 那也不是說這樣 但是那些形容詞都很含 好 戲劇上例 我們說是這樣 我做 我們台道一個叫學生代表大會 學生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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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學生會 黃國昌是學生會會長 我是學生代表大會代表 我是工學院的代表 所以跟立法院一樣 他是會長 我是代表 我可以把他直順 我直順的時候是這樣 他第一道起來直順 我就問一個問題 我說 會長 你身為台大學生會長 你跟我講台大學生憲法第一條寫什麼 好 他會怎麼說 他會這樣 你身為會長 你連憲法第一條 一些什麼都不知道 下去 這樣啦 好 他就這樣東西下去了 那個文化部長上 你用三分鐘解釋 台大學生文化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 下去 這樣 震撼冷逃 那就好看 真的好 他沒有坐在腳中太離譜了 沒有 那個時候他很嫩 那個時候應該是二十個左右而已 大二大三的時候 二生三的時候 所以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算學長 他算學弟 因為那個時候我不知道 他是大陸社 我們台大有三個大社團 大陸社 大新社跟大論社 我們那個時候就不滿這三大社 我們成立建國俱樂部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獨立建國 我們建國俱樂部 擔到這個大字頭的 對 嚇到就對了 他比較定 他比較定 所以那時候很壞 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阿扁了當局 所以那時候 這時候都學阿扁了 下去 下去 這樣啦 因為講話大聲 然後他就說情緒控管 他是年輕人 大家都年少輕狂 情緒比較多 情緒比較多 所以他現在 剛才人大聲小聲是當初是跟你學 也不是啦 所以這次大家說四五天之後 他已經一天有回應 他說 他說我還沉浸在三十年前的往事 他說他還沉浸在三十年前的往事 像我 唯一參加過的一次辯論 就是新生悲辯論 我得到冠軍 網友說 你還不是沉浸在三十年前的 那都不重要 那就是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一些好笑的事情 這我想到趙少康 趙少康 趙少康是趴火 你知道嗎 列出他的那個 從政經歷 想不到 一九九二年 他當選你比 往前阿嬤 三十年前 沒有 四十歲以後 沒有趙少康 沒有這麼陷 他也是每天在電視的人 沒有趕過趙少康 沒有趕過 沒有趕過 不是四十歲以後 一九九二年 才免我幾年 你想我進五十一歲 我五十一歲 我是大 我是研究所 一年級 他科台北市長 他選台北市長 他選了他就不算了 九十年了 他就不算了 所以四十歲以後 我們要回到哪裡 這樣 川哥 我們再來看一個 親民黨的部分區 宋主委 自己放在第一位 這個不分區 第一名 政雄來講 你像親民黨 他頂到五%就沒過了 所以 你要過五%才有兩勝 對不對 還加一千有資料 選一些區域 三十歲才有黨團 對不對 對 他自己放在第二 他想要自己放在第二 看他有五%嗎 他是這樣 他第一到第二 是不差 他這次是要變三% 要變三% 因為三%有政黨補助款 喔 政黨補助款一票五十塊 補四年 所以你倒一票就是兩百 所以他只要過了 過三%他就可以領了 所以他也不是很在乎那個 立委的席次 我們這樣講 對於沒有公平 可是現實面上看起來 他在爭取的就是那個三% 你也是要多這麼多的 就像台灣基金也是 台灣基金要先過那個三% 他才有每年政府 給他的補助款 他這補到外面 這樣說 民眾黨現在跟郭台銘 到底有合作的機會嗎 已經連續三天 柯文哲都在找郭台銘了 但是你看他部分庫名單 拿出來之後 沒有郭台銘的錢買到裡面 我這樣看 郭台銘不會在乎部分區名單 郭台銘因為他送一個 一個比較白的人 所以他買的是那個 這個決定的管理 他不是那個位 所以這個決定的管理 就是說 我現在部分區裡面 我派一兩個基金 甚至要派九旺安基 沒有意義了 可是你如果 柯文哲今天做總統 我 郭台銘我不用去做副總統 我就跟你說 不然你行政議長派什麼 不然李傑 還做教育部長 反正你如果沒有人 李傑去做教育部長 郭台銘買的是這種 這種管理 我們部會 我們台灣的部會 包括部長跟次長 加起來超過100個 差不多 100個 總統可以控制 為差不多7千個左右 沒有 總統控制 跟他的行政議長 共行政議長 一定要照辦 所以郭台銘只要 把總統說 不然財經部會 財經部會 財經部會 金管會 央行 叫錢有關 都我幫你找 你如果柯文哲 你會說什麼 都好啊 我先輸 對啊 因為郭台銘人材比較多 不是啦 我如果柯文哲 你跟我說什麼都好 有什麼 算不掉 好 我們 我們 傳給你先說 我們待會兒說 我們百合這次 我的意思是說 郭台銘要的是 那個決定的權利 他不一定是 真的要有人 是 他在享受 那個說 你柯文哲都會來問我 好 我就跟你說 然後呢 我給你推薦一些人 他買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看柯文哲 柯文哲很少說謊 柯文哲只會狡辯 但是他很少說謊 柯文哲說 他去找郭台銘都在說政策 郭台銘一定要說很多 叫財經有關的政策 而這些政策 是郭台銘想要的 所以他一定出來說的 他都說政策 可是他 郭台銘講的 政策 是會引用到 郭台銘的行李 郭台銘的什麼東西 所以郭台銘的鄉事 就是這個過程 郭台銘現在鴻海進政 台銘要發錢 中國要發錢 對 他進政 那個時候 微博風聲的時候 發一千八百的操作 對 結果漲出來了 發八萬八了 所以這時候代表過台銘過關 所以過關就是可能他沒有選 對 他就是沒有選這個過關 他沒有選過關 可是他沒有選 他只是沒有登記在總統副總統 可是他可以跟柯文哲有影響力 這樣就好 對於來說 他去做 郭台銘沒有選擇做總統 他其實沒有選擇做總統 可是他可以影響總統 這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這如果照樣看 正經營的八萬八過了 後來可能就是要叫他支持 柯文哲 因為今天去新聞出來 黃珊珊出來說了 這個高分還要頂看 不然會議 算一算就好了 對 那算一算的情形 柯文哲沒有錢 所以郭台銘是不是就要在後面 當然 跟贊助 你贊助你不才有影響力 選舉當然要贊助 要贊助在頭前 不能贊助在後面 不可以插頭前 對 不然你確實有事 跟要拜託的時候都不符合 好 川哥 我們來釐清這件事 從頂列拜三開始 頂列拜三 頂列拜三其實是很近的事 但因為事在變化太近了 頂列拜三怎麼說是很近的事 頂列拜三 頂列拜三 很近的事 頂列拜三 頂列拜三 藍白會談了 出來之後 柯文哲一個民宿更加 對 那一幕你們有想到嗎 那一幕 你說他們怕什麼 他們怕什麼 那個結果你說 你之前有看到嗎 這樣就是說 他願 柯文哲願願 他願進去 就代表 這個教育有可能性 不然教導你 柯文哲就不會走進去 好 當然柯文哲要走進去 之前所有他們的團體 就是跟柯文哲說 都不能簽 什麼都不能簽 都不能掘就對了 要掘就可以了 要掘就可以了 要掘就是頂列民調 大家都頂來 頂列一道 結果柯文哲在裡面 總共差不多要兩小時 一小時 四十分 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是 外面當然大家想說 他到底看到什麼 對啊 聽到什麼 對啊 看到聽到說 好啦好啦 正常沒有人 沒有人會這樣 對啊 我要進去之前 我裡面的人 都討論過沙盤推演 就是國民黨的公司 馬英叫的 什麼什麼 都要沙盤推演啊 因為柯文哲在下車的時候 他一直在搶 籌籌滿自治的一滿 對 就走進去 出來的時候 我也說出來都天意 出來都天意 來馬英九金金會 是我們來賀而已 一出來而已 陽光 陽光就要切一半 對這個佛友宜 朱立倫 到馬英九 這個陽光 陽光就灑落在他們的臉上 充滿著希望 柯文哲在那邊是暗的 陳志然那邊越暗 記者都是那邊 歐文大頂 主要記者都會躲太陽 女記者都躲太陽 所以大家都暗 柯文哲在那邊是暗的 陳志然暗的 人家那邊都是陽光的 這就是天意 所以柯媽媽一出來就看到了 柯媽媽說 我問得了 我問得了 整個面子都不吵 用幫忙 媽媽最了解小孩 小孩一出來 柯子出來 整個看面子就知道了 所以柯文哲在那邊 他媽媽就知道了 柯文哲在那邊 他媽媽就知道了 柯文哲在那邊 所以柯文哲在那邊 他媽媽就知道了 柯文哲在那邊 一個裡面不知道 什麼事情而已 你們有想到 方向到底裡面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早來 我有問張醫夫 我問張醫夫 醫夫又說 有六音段 但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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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六音段 來 他長營 不然卡定有六音段 到底他們死的 到底是說什麼 他是這樣 你注意看 他們剛進去 你調錄影圖 看 只有馬英九手上有文件 馬英九拿一個筆記本 來抵抵幾頂刷 是 侯友宜 柯文哲 教主理論 算讀書都不認真 去讀書都 找也不走 筆記本也不走 筆也不走 筆也不走 怕洞閃海安蕙民 你們 你們我們沒有找 老師手機都不走 上課的時候 台灣都要吐手機 現在 先講 阿滴幫 你吃東西 我說你是在射我 我不是 我去射粉 現在 他剛去上課 嚇我老師有找的東西 好 所以 他們裡面 帶出什麼東西 就是 其他裡面有東西 因為其他人都不知 你說錄音導 我告訴你 現在南南姐會說 那四位他們四位在說的時候 沒有錄音這是確定的 確定的 四位老公那邊不可以設定錄音 跟他們議員拼一聲 大家說什麼聲音 那就是要年輕的 做你才會討論 老婆怎麼會開始錄 不然你說樓下 樓下也會有人去玩 那不可以去 樓下的電影都是藏青 都是藏青 不然就知道了 你看太多了 好 第二 他們稍微有一個專家會議 那個專家會議 有錄音 專家會議裡面也有說什麼三趴 幾趴 是那個專家會議 有錄音錄音 因為他們總共專家一期之後 又有帶助力去 所以裡面應該有10個人 但是何友宜 拜祢 開記者會說 人證物證俱在啊 所以都藍藍就說了 人證物證說的是那個專家會議裡面 不是那四個人講話 所以上一副說有錄音錄 沒錯 是第二項的錄音錄 你說 當然第一項 他們到底說什麼內容 沒人知道 這四個人也不會對外透露 我相信這四個會不會 這種老公那票也不會對外透露 可是另外第二項 柯文哲接到AIT的動作 漂亮 他怎麼會對外透露 而且現在說出來 這個答案是對柯文哲不利 所以陳志涵長有說 他們四個人開門錄音錄 現在搞出來 沒人敢拿出來 但真的有也沒人敢拿出來 沒有啦 真的有誰敢拿出來 那是全部人死的 那叫水門案 對啊 就是這樣說 怎麼可以投錄音 可是現在把後面那項錄音 叫第一項的 人很好說 所以聽起來 那時候都沒有錯 所以這如果要搞也搞不成 因為桑議會 可能說的是第一項 不是第一項 所以這樣 那 拜 頂在拜三項錄 拜四 跟過檔的時候 五月十七號公布 徵召會友宜 五月十八號 越想越不對 對不對 忽然跟他也越想越不對 因為他說 柯文做的口頭禪 是好啦 好啦 也有這個口頭禪 但我們的好啦 好啦 不是大型喔 是 不要說這個 不要說這個 好啦 先說八項嘛 他們譬如說 就是 柯文做的 好啦 柯友宜 朱立倫 都可以當作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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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種 譬如說 柯友宜跟我們說什麼 我們沒什麼願意 我們就說 好啦 隨便你 要買就去買 好啦 要吃什麼就去吃什麼 要拿十萬 好啦 抽屜自清 那種是 我們說出來 對我們聽起來就同意了 可是我們很不感人 柯文做的 好啊好啊 是這樣 好啦 隨便你們 你們要怎麼弄就怎麼弄 所以那個 學藝書對柯文做來講 他也是好啦 好啦 就是這樣 大家不要再嫁 有一點不要再嫁 我也同意 但是我也沒什麼感人 那就好啊好啊 其實我們這部 當然我們這部不是專業政論 因為我們 我們是人物專訪 實施議題討論嘛 但是我們對柯文澤 到底什麼種情形 他叫做輸 他叫做輸 找不出來 因為這樣算他就贏嘛 做真的贏 認真說做輸 其實也算贏 那如果不分副 有白色 他變成關鍵少數三黨 不過半 他拿一個立法贏的婚姻 他也是贏 但是拜三開火出來 全世界都覺得他輸了 那來到冰島了嘛 有 冰島之後呢 反覆長一個 電話還不接 因為那個電話還不接 你們說他米年米積牌裡面嘛 這... 手機子啦 手機子 米年米積牌裡面 到底是 怎麼像辦公火這樣啊 他也是這樣啦 有人這樣形容 一個高中生 現在iPhone15出來嘛 他們朋友就說你要不要買 他就說我想一下 他說你有沒有錢 你憑什麼買 他說誰說我沒有錢 他說那你有錢你買啊 阿弟就寄通訊人 就簽了 你知道嗎 簽了就 簽了什麼本票 簽了 簽了回去 拿一支新的手機回去嘛 他媽媽說你怎麼有那一支 他說我買的啊 你買的你怎麼有錢 他說慢慢付啊 既然你買的我現在帶你去 他媽媽就帶了阿弟仔去說 我兒子 我兒子未完十八歲 不遵守 這支行人行人 本票行完行完 對方通訊人 本來想要撈到這支飛揚 簽了為什麼不行 現在大家這個就正行啦 就是柯文做去怕人簽 他買手機子回去家長不同意 大概就是這樣啦 他家長很多耶 沒有啦 所以現在人家說他出門要找家長同意書 不然家長陪同 我們實在是很難想像 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這樣翻起翻倒 啊 毫無可預測性 對 這很關鍵喔 現在是 這幾天的發展就是大家知道 柯文哲要做什麼 管頂竟要自己知道 不是說他旁邊的人知道 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而且他自己知道的 每一秒鐘都不一樣 這如果在古早此處裡面 叫做天壯英明 黃山生命 對啊 這算拼田債 拼田債 對 可是這種的做國家領得人 這算很危險 幕僚也很緊張 怕他說不到 所以今天我們在農業 今天早上的黃山山 就黃山山有一個主持 柯文哲就不敢出 柯文哲一定說不到 因為這樣說 藍白河快點破局了嗎 我看一看應該破局了 要合不完全 你們兩邊的支持者已經賤肉 沒有 因為拜五 頂一勝頂禮拜 拜三開花 拜喜怪怪 越想越不對 拜五兵德 對 為什麼會兵德 你覺得關鍵在哪裡 富翔跟柯文哲好嗎 柯美蘭好嗎 柯媽媽好嗎 陳佩智有好嗎 陳佩智沒有 他用死的 他用死的 黃山山也好 到底為什麼大家要思考 總柯文哲 你也尊重的主席 他做的決定了 不然就是跟董做婦儀 清條的 慈禧問政的 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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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後面還有一個母后 你頭人這個就沒辦法 所以後面我形容 人家叫做老闆 老闆 老闆要出來做決定 大概就是這樣 好 現在破局了 破局了鬆到什麼 破局了鬆到什麼 大家都說鬆到多少錢 也不一定 我要說算計是這樣 因為分析是這樣說 一加一不會等於二 一定不等於二 蔡振元進政 還有多少錢 他說他也知道一加一不會等於二 但是他算出來 一加一等於1.75 這也不太可能 我們國際我們在開港到一些政界開港 一加一大概會等於1.3 一加一大概會等於1.3 他絕對會超過一 一加一等於1.3 對 那剩那0.7不就跑去掉 本 也許是從蔡振元的1.7 變成現在的1.3 原來一科有可能是1.7 要1.7很簡單 這段時間分析都沒有 剩下柯文哲說我們全力支持藍白河 然後這一個包括黃珊珊 旁邊這些人說我們都支持藍白河 那時候就可能是1.7 就是有一些基本教育的會跑去 問題是 老闆都出來說我們要收聽了 會開人當然要收聽 問題現在總共已經不是這樣 已經是說 大家都覺得柯文哲很威勳 就是說如果合不上去柯文哲很威勳 胡佑的那邊也一樣 胡佑的那邊也覺得很威勳 他的資格覺得很威勳 所有人就退掉 他們派掉票不一定會去內清桌 為什麼 沒有派掉票不走 沒有派票而已 你說柯文哲去做副總統 民眾黨的支持者有什麼動力去投票 他們倒出來的總統叫胡佑儀 民眾黨的提名區議立委21位 台北的人剩니까 73ベ raped 還裕成了21位 únal 有 dann十幾個的選舉都沒有 去當票也是本來都在想 國民黨本來都很嚟 沒有可能可以回港 總統和民眾黨也沒去 violence 立委也沒有回來 沒有去東西 所以部分區的票就沒有了 部分區就沒有去 provoc 所以他一次就失敗位 所以共進去後 民眾黨對佩 acuerdo大量的流失 所以川普拐 你的意思就是 柯文哲這次的冰島 不管表達的因素 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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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賣 他這次冰島的目的 他知道總統如果不贏 我就是不分開要穿到八色 像八色以上 這就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我說重點 他們兩個如果合起來 他們兩個如果合起來 他們的部分區會往上衝 合起來之後 部分區就沒了 如果分開 柯文哲繼續穿他的區域立委到部分區 不管他總統選擇怎麼樣 他總統慶財選擇20% 他總統20% 他的部分區的部分20% 他總統你剛才有20% 有 他單獨選 他的支持者超過這兩星期的年距離更強 你看那頂班級那頂 四千五百人 你知道那間沒看過多少 沒有多少 怕是線上 怕什麼 線上土內什麼 土內好像五百幾萬 怕大家都有一百五百幾萬 這不簡單 在這裡一座上話說的時候 atee 其實大家都有互動 那都不是黨員來的 不是黨員來的 所以群情激憤 對柯文哲來講 他現在成功凝聚了民眾黨內 那個項行力凝聚得很強 所以现在就等阿伯去定期会再冲一波 好 现在来说一个好友 你没觉得很奇怪吗 那时候六月金普通出现 大家在讨论时 金普通说要停着胸膛倒下 你看到今天在台湾 你发现唯一一个倒下的金普通 人不一样 他已经停着胸膛倒下了 人不一样 因为金普通可能在一台地方也没办法 他没有办法 侯友宜现在竞选办公室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资金资金资金都没有一样 很可能 要扳一张五百几万 要一天扳五张 因为大家不看好资源就不会下来 当然 这些企业和大家就说 你要关掉到没有十万二十万这样关 就没有什么千万的 整百万的在关 对于侯友宜的办公室来说就算很可能 最我了解 因为他用那个办公室就是我们顶线 先把市长那个嘛 因为没我们一半 喝酒量 他们里面用的空间没我们一半 为什么没带人 这个办公室没什么办法在砰就对了 砰不起来 砰不起来 观众越来越少 后资源就越不起来嘛 所以他可能要等这次定期之后新的资源 所以新的资源这次也剩五十天而已 好 但是 这样说 如哥说金普中退场 金普中进行的退场是因为 兄弟是反对蓝白盒的嘛 朱立伦一直要蓝白盒嘛 因为蓝白如果真的核武成功 你像马英九跟柯文哲说的 你没想到有今天 对不对 朱立伦的政治生命的延续 对不对 对 所以 现在破局了 你不用把金普中退场吗 你不要看金普中 其实我说真的 我在这边说三道 金普中真的很厉害 如果金普中没退场 七月全大会合育会 会过不过不知道 应该是跟你说 金普中因为他出去都比较适合 说台义公公还比较适合 虎佑这次要赏谁好 金普中要操盘 我判断他的操盘方式会是这样 他就直接 叫民众党对干 他一定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把民众党干掉 干到柯文哲完全没有支持度 然后呢 柯文哲也没办法去帮 国民党的候选人助选 国民党是从叶元支这种而言 那个和平约的月圆支 月圆支就要他抢 说你绝对不能说柯文哲 你不能说柯文哲好位 你兼幣情也 而且你要上电视叫柯文哲 你如果切成这样就对了 柯文哲没没办法了 你不要有原资 有原资有可能 第三波民族外塞就不知道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金普中会切得很清楚 就是大家切成这样 切成这样 柯文哲就没没办法 柯文哲到全台湾去 他没有没有台湾去 那时有说过 就是在很久很久的进行 大家讨论柯文哲到叶参总统 没有 那时大家说一定要参 他没有参总 但是他 不好意思说不错 他说 他副役到底会拿不错 因为副役没错 共产华就没错 这个叶元的局势 你副役就没错 特别说国民党理让你 理让你副就是本来就没错 会掉什么理让你 对不对 所以那时就在说他一定要拿部分枯 为什么他没有拿部分枯 他要把职业 对 他要把职业 对不对 好现在 我说的 现在就在这趴了 这趴柯文哲 他现在 逛人人了 对不对 有蓝银的小鸡 说是要邀请柯文哲来嘛 对不对 一旦邀请柯文哲来 何友宜瞬间就变林肯仁了 是啊 对啊 邀请他来 我送一个专门给你听 你来说 今天假设办一个 竞产总部的行李台会 柯文哲说我九点到 好 何友宜说我没办法我那天在台中 我最快11点45才能到 你几天要行李金钱总部 我当九点我就人了 九点我就人了 我都几个啊 人都要等我10点多 就开始吃米粉 吃到说 现在何友以来 要不然大家的东西放在 还要听何友 你绝对是柯文哲为主 因为何友以来 不会开拓选票 这些矛盾就产生了 所以对这些蓝银小鸡 尤其是台北市的 这些人最关键 这几个投机分子就对了 这几个想要两边吃 我知道他们现在接到很大的压力 蓝银的急急价 都靠着说 你们不要再跟柯文哲 没来远去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 副总统 连续三天郭柯密会 或者柯郭密会 有人说会柯赖佩 郭台银不算了 不然赖佩社接力应 我问你赖佩社跟郭台银高仅多少钱 我也知道 就没高仅 怎么高仅 他也没高仅 没高仅 我会叫你来做副总统 我刚才说到 你这次看过他们两个就会出演过吗 没有 以前还没选 要选总统之前 过来也没什么出演 没有 只是说 他们没有交情 他们交情 他当时拿名他的时候就会说了 就说我们实在三十年 是 他是我们没有什么人 就去搬这 他都没有 代表赖佩社对郭台银来说不是很重要 可歌可气 对啦 就是说赖佩社来 我没有必要再把他脱股给柯文哲 所以 郭台银去 如果嫁这位柯文哲 郭台银就会缺柯文哲一桌 郭台银何必 我这个过来我该出钱 对啊 所以我 这一趟我算有高仅 我 郭台银是说 我去逛三天 要我五千万 自己逛三天 让你这次逛逛 柯文哲就够开了 柯文哲又没什么花钱 所以 你说赖佩社来不过去 我觉得不过去 柯文哲缺那么多 就连副总统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跟你招一块 对 所以 郭台银后面的舞台会更大 OK好 现在来 赖削佩行程了吗 有 OK 柯到底要跟谁配 火到底要跟谁配 因为李德卫有帅哥 不过去 把韩国对部份区的第一名 挖出 就放在副手这位 不是同样 招式活动 最好一个演讲 就是总统 副总统 最好一个演讲 就是谁 你招一个演讲 就是侯友宜 韩国宜说了 都知道了 这也麻烦 这个功高正主 你知道吗 你没想过 侯友宜会算成这样吗 因为侯友宜本帝就这样 你太高估他了 不是 第一次贏30万 第二次贏45万票 他会购成这样 管市长选纪和总统 管市长选纪 管市长选纪 这些理论 包括民进党的 很多都听侯友宜 算市长的时候 因为侯友宜真的都走得厚 侯友宜做市长 都没有在走谈 所以对理论来说 说这侯友宜人还不错 看起来不是坏人 以前做警察 咱们在抓坏人 印象中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基壇的 这些人对侯友宜 没有不好的印象 可是当你提升到 要变中统局的时候 大家就说 台湾人是这样 你有这个扮吗 扮头到够了 你这个形式 我都做总统了 台湾人在投票 是有这个勤务之地的 侯友宜就没有扮谁 侯友宜因为这次都充年轻 所以我跟建议过来投 当时都没在听 我建议说侯友宜 你要穿谁钟 我以为大家穿白衣衫 牛仔裤 男白配啊 你一个拼头 我说这种的看都没够办 你穿谁钟才能把你的土味 蓋住了 土味 因为算大家会讲 你像我会讲 我也有土味 讲话就土味了 你投赢你怎么会讲啊 你切薄荣串 你投赢你不要骗啦 没有啦 你现在台北人是怎么 出台北生就算南部就对了 从台湾都这样 出台北吃了就算了 这样啦 新宝也算了 我跟你说 你不告诉你 真台北人是出中情大安就算了 对啦 罗斯福路新生南路 过去就算了 所以 侯友要把这个土味戴掉 他要去世宗 你笑什么 你担万里 你笑什么 万里在旁边 在抓鸡子而已 侯友的副手到底要是什么 韩国瑜像你说的 吃到他的小鸣 对 也有人说柯智恩 柯智恩说他没有 他当然也没有 对 文叔的叫 不是啊 他不文区 不文区排第二名 他文座的 文座的啊 他做副总统的 还不够像 我一来想不到 我跟你说 这有一个技术问题 选计 现在你想我们这个部分区 最近都在交资料 交资料比如你有学历认证 譬如说我台大 台大的时候 去认证我的毕业证书是真的假的 你若是在国外回来 外观有 邓洪师带认证 说这条是真的 这都要时间 第二就是你的财产申报 财产申报 财产申报是很复杂的 财产申报还有什么 未成年子女什么都要申报 有得自己贴的 你都不能不死 好 所以安全牌就是找那个曾经参训过的 意思是说 譬如说柯智恩就是部分区域 就要等到副总统 这样就安全了 是 柯智恩做侯友爷副总统 是不加分也不靠分了 较不出事 较不出事 柯智恩不知道有双双国籍 你的无聊是在双双 你这个副总统如果没说 你有什么加拿大籍 你有什么枫双业卡 你有什么澳洲的 台湾现在有很多 学生机那些都是澳洲的嘛 你副总统你都没说 没说就把插合出来 所以这都风险 柯文哲的副手要做什么 柯文哲的副手 一直说周开年嘛 周开年当时是 像说他也可以做部分区嘛 因为周开年 有些生理上生意厂商的争议 但是周开年是双双国籍什么 这东西柯文哲也都要自己去剪 我想用政治的新人当副总统 风险都很高 所以我是觉得 你说柯文哲在找上 他也有可能找 已经选举过的女性 现在我 这样他的风险给他 你要看他这部部分区立委 黄山山 那有可能 因为部分区立委一千八名 全部都政治做的 柯文哲这十六名 包括我千八名 全部都政治做的 你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社会人数 什么弱势团体 或者什么富佑的 什么都没有 他全部都政治做的 这重点 这政治做的都没有主缘 有啊 大家都在笑 都没有扎起来 就是 这些人都要吃你的票 但是都没有扎起来 都没有扎起来 这些人在问我说 你做部分区要搞保证金钱 他着装做一个车欠 我講的 因為提供價一天兩十萬 好 現在來講你們劣勢 賴消費 你覺得有加分還是食品還是減分 賴消費的兩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說對國際社會對美國這些國家來說安全 就是說他們賴消費他們不會堅定 因為反而說蕭美琴會亂講什麼 因為他們熟悉蕭美琴 蕭美琴在美國 關係炮料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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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各國很多領袖都會出現一下 所以這些談話過程確認蕭美琴不是一個亂講話 國際社會最怕 有可預測性 最怕擦槍走火 說不定 第二對賴清德來說 人家說復補是這樣 至少在東西兩邊互補 華東西部 南北互補 他們兩個開始交通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蕭美琴是你不用加 因為他選舉過 他要選贏也要選輸 而且花蓮深蹲十年 對 當然花蓮的票 花蓮的票不用到十萬就可以做立委 沒有 我覺得是一個精神 對 就是說他困難的地方他也可以 像當初是民進黨剛才衝動的時候 花蓮沒有人要選啊 誰是 誰是 誰是誰 主帥出征 結果沒手去選舉 誰是誰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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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舉不要輸過 我如果輸過一定有問題 查出來做票 對 查出來做票啊 所以蕭美琴就是 他說他要輸過 他也是花蓮的地方 所在選舉 所以你要請他去五百人的地方 他也可能會去 他沒有那個大頭臂 就像我現在 我現在來英港人沒有五千 我都沒有去 你說的是錢 你說的是錢 是人家說的名 五千個人加古加蒼蠅 加文字都可以 開玩笑 蕭美琴你會說 三百人五百人他也有可能去 這就是一個復補 是 性別上當然復補 他們兩個的 兩個的這種個性 個性也差很多 你說蕭美琴 蕭美琴也算很開玩笑 那天一回來 真的吐賴清德 說總部為什麼只有一隻帽 怎麼全部都是狗 價錢是他做一個兄長有沒有 有狗跟有貓 這頂一個 嘴味嘴味 又成功吸引了 養貓跟養狗 他可以讓孕補的 形象不太重 不太重 軟化孕補的形象 對 因為你看蕭美琴的穿著 我覺得都很得體 感覺很俐落 我相信蕭美琴的形象 是很多差不多 30歲到40歲的這種 在職場上的女性 的偶像 這樣 川哥 好的要說 不好的也要說 第一次有一批文書出來 說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完成任務之後 可以領三千 完成什麼任務 到賴清德的頻道按讚 這我今天有看到 因為我們今天也一直在查新聞 但是就是一批文書而已 整張截圖而已 這件到底什麼事情 如果有這件 說得不好 跟這件 知識體大 現在的社會是這樣 現在你要發動這件事 你只要一發動 就有人知道 你就叫大學生 叫年輕人去幹這件事 很難 我跟你講很難的原因是 大家都會傳 譬如說 例如說我告訴你這件事 你會去跟朋友說 聽說按三千就對了 這樣三千 拿老鼠會這樣一直下去 只要其中有一個人抱你就掛了 不會有人幹這種事 現在就是在低下 對 正常的選舉沒有人這樣負 正常的選舉有可能怎麼負 就是責帳號 就是賴清德一直按讚 這種有可能 這種有可能 所以你說 要叫人去基 因為三千也要金流 對 這三千要怎麼高的 對 因為Apple Pay 我們去Pay 什麼Pay 都留下金流 沒有人給競選的好選人 會去做才行 而且這錢 你如果按一萬格讚 三千萬 開什麼關係 對啊 沒有合理 對啊 沒有合理 所以但是這個在台南市議會 被拿出來質詢 台南市議會質詢 所以這應該是 競選團隊去查這個文章 可能就夠了 是 因為這補按插IP就知道 對 沒有錯 對啊 怕是你自己找來 朋友 看見頭 他在網咖 登錄帳號 只要用VPN條找 還要鹹肉 賺錢而已 都找到 如果是這樣都找到 沒有那麼困難 問題是 三千塊這麼多 三千塊這麼多 因為我以前看到三千塊 我是不相信 這什麼一個戰三千就夠了 哪有可能 不可能有人那個財力 好 阿川哥 我們先來討論一件事 中國借選 這大家都在說的事 其實認真說 我個人認為 不只中國借選 其實美國也有一些動作 只是說動作 不太粗魯 不太拗魂這樣而已 中國借入這個選舉 一定會嘛 用輿論 用輿論 用網路上的訊息 你說他花錢去找名嘴 花錢去買媒體 這是比較粗魯 這也沒有什麼證據 現在都YouTube 你們都在台內 沒有啦 當然有這個傳說 有這個傳說 台內也有什麼對待 好 但是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他們會做 可是 表面上呢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他們也是都用筷子 就是類似文工 文工 你說有好的飛機 大家都在筷子 關係關係 文工就是 要深入我們人心 因為深入人心 認知作戰 對 深入人心之後 大家會怕 你想說什麼 票投民進黨 青年算戰場 這句話現在大家聽聽 都沒什麼麻痹 所以 中國借入選舉 離 聽起來是很可能 就是說你說政府 你要被指責 對一個民體 對一個民主 真的去收錢 這種指控到嚴重 可是台灣人一看到 這個人的嚴重 一看到 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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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川哥 我們再追加一個問題 是 這島 立委有什麼過半嗎 民進黨 過半 我跟桑毅夫 剛才報了 桑毅夫說 差過半 他們在算 因為 很多選區 極限有變化 例如說 我大學區 天林 出事 黃捷來 還有過半 對陳美亞 李博裔 我們高雄的李博裔 不是台北的李博裔 我們高雄李博裔 本來他跟 李梅珍 李梅珍 本來對國 其實有贏民 有贏民 找一個 郭喜 找一個 郭喜 所以 黃捷和李博裔 這次 我們說 陳美亞 那不但是贏民 比5分5分 還要贏民 OK 有辦法過半嗎 黃捷還是還好 黃捷還是還好 李博裔 李博裔 比較貏民 當然 還有 平南 平東南區 十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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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南部大概 這三個 看起來 比較貏民 而又是你說 例如董 董 董 兩個新的 一個彭俊豪 一個 留人造 這兩個都有機會翻盤 這兩個的現在都 整到差不多 數差不多 只剩七八 APPLAUSE 民調做出來 所以 他們本來都是10カ 今天跑去選的都會是10カ 所以 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民進黨要過半 差不多再差 四五星 最關鍵的就是我 不分區的選票多多就有機會啦 來 劉招好替董 劉招 我說一民進黨裡面替董 有一個董事你現在念什麼 鄭麗文 哈哈哈哈哈哈 民進黨替董用無董算的 不掉啦 對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說不掉啦 很多人是這樣啦 他大頭白啦 他就說他每次選舉他就說我的票比民進黨多 這種的民進黨的董環都看不見啦 他都已經忘記說當時你為什麼可以選上 是因為民進黨提名你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說我大於民進黨 而且你還要自己說出口 自己講出口 民眾更不會原諒你啦 今天如果說是大家認為說 比如說以前小英 小英八百幾萬票比民進黨的票多 這是我們外面在說嘛 小英不能自己跳出來說 我大於民進黨 我大於民進黨 沒有人這樣 所以你說劉招好他慢慢 民進黨擠在這兒一凝聚 劉招好就整個被擠到旁邊邊緣化了 因為會不會還是走回藍綠對決啊 沒有錯 因為總統大選一撐下去就是藍綠對決了 了解 那今天非常感謝宜川哥來到我們 現場明天呢 禮拜五 到底會不會去登記呢 郭董到底會不會登記 那侯友宜還是說了 就是會等到最後一刻 明明火車的鬼啊 是要等到最後一刻 你有沒有看到火車路 肉球打完頭的嗎 那黃珊珊也說了 這個九份民調從越 基本上沒有意義了 也就是說 柯文哲是一條路走到黑 本來呢 都有交流到 現在都變天氣路 走的 所以這一場大選 還有立委到底民進黨能不能過半 還是三黨不過半 我們拭目以待 今天非常謝謝上億夏川 我們陳柏浩廣川川哥來到我們的現場 其有此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託